金竹的宝山香 宝新路上面 严重的车祸 机车突然左转 结果轿车闪了 当场撞上 还失控再撞上了另外一辆机车 最新的情况 立刻请现场的记者李湘怡 来带你了解 湘怡 12主播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一辆又一辆的轿车不断通过 一台机车违规穿越双黄线 逆向行驶 疑似准备要左转 但没想到3秒一面冲来 一辆黑色轿车 当场先撞飞了黑色上衣的机车骑士 紧接着黑色轿车失控 再撞上对象车道 另一名机车骑士 白色上衣的骑士瞬间被撞飞 而黑色轿车再度冲回原本车道 连车带机车撞向电线杆 机车整台粉碎 换个角度仔细看 第二台机车上除了骑士外 还有一名小孩 也是被强劲的力道 喷飞到四五公尺远 轿车撞了两辆机车 最后还是撞到电线杆 才停了下来 车上陆续走下了总共三名男子 仪式全部都是未成年 有了机车回车上拿手机 有了赶紧跑到机车旁关切 反倒是一旁被撞飞的骑士 自己勉强站了起来 走到汽车旁边抱起小孩 而这起意外发生在18号下午 新竹宝山乡保新路上 两台机车总共两名大人 一名小孩统统受伤送医 但不幸中的大姓氏 全部都是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而意外则认 目前警方都还在厘清当中 以上目前掌握的最新画面